欢迎收看这一期国动新报综合报道 第569期新闻重点 首先为您介绍中华福音协进会职场宣教中心 所主办的2013职场宣教大会 愿你的国降临在职场 6月15日在静信会怀恩堂举行 福音协进会职场宣教中心主任魏荣奇牧师 以出埃及记为架构分享信息 并且邀请五位来自一届、教育界、媒体界、金融界 以及公职人员来分享职场见证 魏荣奇牧师提到 我们不只被呼召归入神的国 也被呼召活出神的国 他以巴福阐述如何把天国文化落实在职场 此外以斯拉侍奉中心所主办的 第一届小组长训练研习会 6月14到16日在台北纯福音教会举行 台北纯福音教会张汉叶牧师提到 赵佣基牧师开拓教会 并且在人数增长到3000人的时候遇见了瓶颈 终于累倒在病床上 但是也经历了生命的调整 领受教会复兴的意向 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发现医治大能的重要 并且开始与圣灵有亲密交通 也经历到自我雄心的破碎 重新学习牧养教会 张汉叶牧师表示 赵佣基牧师到了极限的时候 教会却有所突破 复兴不是人的作为 是从神而来的 耶路撒冷教会爆炸性的增长 就是最好的例子 以上就是本期 国度复兴报综合报道 谢谢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会